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男生是住在拍攝的 他在香港 叫阿康 也是做藍領的 來到之後就在工廠做 但是他在香港是做一些殯葬業的 他很開心 因為後來他在工廠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能夠進入澳洲的殯葬行業 找到一份工 他可以進入這行業 家族夜禮那些 他就負責醫院和護老醫院接遺體 零車 送官母 協助那些整個出份的流程 他就說他發覺很多華人 就不知道這裡的殯葬的意識不熟 就很不開心 就說千萬不要死在澳洲 死在澳洲 你走那種的儀式 是不是很不喜歡的 他就發覺不是的 其實澳洲的殯葬儀式其實有很多種的 原來都是多餘文化的 你可以按照家屬他們需要做很多 甚至是有那些 一樣有中式 有佛教法師 有那些無理求師 他們那些人安排他們傳統去跳 傳統舞 放白鴿 放胡蝶 原來一樣有的 如果西方那些用那些 Def Cafe 那些死亡咖啡室 用這種方式來做奔喪的 他就凌機一觸就說 不如就做一個 搞一個道賞團 就帶一些人去參觀墳場 和講到有些什麼的意識 後來這個道賞團 令到很多參加者都再贊了 就是贊不絕口 其中有些是做醫療 做醫生 護士 或者做社工 他們說我們經常都在醫院面對生生死死的 他說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死了之後 那些奔喪有這麼多的選擇 他說這次對他們來說都很開心 就是說知道很多這一方面的知識 還有他們又去參觀墳場 他發覺其實有些甚至是 移民了來澳洲是沒有去過墳場的 不知道澳洲的墳場是怎麼樣的 他說原來澳洲墳場這麼漂亮 典雅 有情願 又有水泉 又到處都花香了雨 他說簡直就是一個旅遊勝地 是啊 他們說很漂亮 在墳場裡面 而且也是好舒服的 清湯乾淨淨的 還有那個男兒說 我在香港不敢去墳場 因為我發覺香港在墳場都陰陰暗暗 有髒的大 Y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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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 但是這裡一點點都不像 還有這裡真的一樣有 骨灰� intense 以及骨灰�真有沒有 會有很多給那些人 我看到骨灰鑼有一個賽車的 賽車像在那裡 香港骨灰鑼只有一塊碑而已 原來這裡這麼好 有這麼多選擇 還有環境又這麼優雅 每個人都看完之後 都非常開心 我對這次明白澳洲的賓桑和那個墳場 是怎麼樣的 他說我不再怕進來墳場 發現這裡的墳場是光明的開朗 還有他們的網頁 墳場管理委員會的網頁上強調 喪禮的意義就好像生日或者婚禮一樣 是一個慶祝一生人 慶祝他一生的一個故事 一個活動 所以希望那些人不要當喪禮是一個悲哀的 應該是提供大家反思我們的生活 我們怎樣跟最後跟一個最熟悉 最親近的人去告別 一個很正面的一個道想權 那我就想起 我在加拿大 我的朋友 他們跟我的年紀 他們已經買了墳墳 買了墳墳 山地啊 山地啊 是的 他們在加拿大很普遍的 但澳洲我也上網看的 但我好像也不太覺得這裡有什麼山地去買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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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就是不是那麼多 那我就跟那些朋友說 我問你現在這麼快 60多歲你就去買了山地 哎呀 買完之後我現在的感覺呢 我已經什麼擔心都沒有 因為我知道之後呢 我會看著那裡是看著海 看著有花 有草 就是我那個 我住在那裡 將來住的地方是很漂亮的 他說現在不再怕死亡 哎呀 我覺得好像真的有很正面的影響的 他好像 他說買了不知六七千塊 那塊錢那塊錢 有的 澳洲都有的 Julie 有呢 澳洲有的 有的是私人經營的 有的是政府經營的 都可以買 政府的都挺漂亮的 我都去過這個桑梨都去參觀過 送了我的前輩 送了他們上山 看完整個過程 這樣就有便宜的貴的 整得漂亮一點 大一點的地又貴一點 那有些人就這麼說 其實呢 自己在生前還沒死的時候呢 就計劃自己的那個 將來的那個安息之地 其實是對後輩的一種 一個禮物啊 就是不用他們這麼爛氣啊 因為人死了就是 哎呀 真是 找你 找憤怒 你自己搞定了 你對他們的愛的一種表現 就是我搞定了 那就不會負累你們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哦 挺好的 我想說一下 其實Juli呢 你可能呢 可能不是很懂得主流社會的人 其實在澳洲呢 喪禮 喪禮 不是喪禮 喪禮本身是一件要 serious 的事 因為如果你入老人院的話 因為到最後的階段 可能都要入老人院 入老人院那時候 你是其實要出示你那個喪禮的一些合約的 指定 如果不是呢 你要做病 因為如果沒有人理你 那那個老人院怎麼辦呢 所以其實這裡的喪禮那些公司 就很簡單 好像做月餅會那樣 譬如你80歲入老人院 你就去做一個月養會 會鼓的 通常就回來那些老人金拿出來 比如每一個月功50塊 如果你說高強死了 那怎麼辦呢 高強死了 發生的家會送給你 明白嗎 額모 如果你沒死 還沒可能 公滿了 公十年 那你90多歲都沒死 於是你就用便利了 那個市場 那你已經給了錢了 比如說你去了ABC Funeral Home 買了一個套餐 我這個是月餅會最基本的 但是你老老老老說你又不是 我現在又有些錢 我又可以改的 比如說我現在想個棺材好一點 或者我不要這首歌了 我現在喜歡新的歌 因為你整個 Funeral Home 是你自己去計劃的 你和那個 Funeral Home 去計劃的 我現在不喜歡這首歌了 我喜歡 Taylor Swift 那首歌了 你又可以改 那就是途中你可以改變你的 但是如果你中途 還沒公園死了 那就叫做好處 但是你公園了之後 你升級又可以 沒得下降的 升級之後 或者再有任何 contribution 你都可以 所以呢 其實在澳洲真的是一個很文明的社會 你進了老人院之後 其實沒有後果之憂的了 你已經安排了 那本寶仔通常會放在哪裡呢 是老人院你那張床隔壁那個櫃仔 那到死了之後 那個老人院那些人就會幫你去做 那我覺得整件事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呢 因為我是一個很 就是很 就是很喜歡去做一些我覺得很有意義的事情 在二十幾年前呢 我就是一個老人組的一個義工來的 那我和他們搞活動等等 那突然間一天收到一個電話 就是有一個女士打電話給我 那我和他們說 師傅 我知道你是某某的義工 我呢 其實有些事想找你幫忙 那我說什麼呢 那我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Finerial Home 的一個worker 那我想是推廣我們這個 殯儀公司的生意 你覺得怎樣呢 他說因為我想跟老人家談談 我說很好 懷念那個人都要死的了 我說如果你來就談談就最好 我說不過我要問老人家 因為我怕他們避忌 我那個組成是中國人 香港人 怕他們不高興 於是我就跟老人家說 我說你們喜不喜歡 有人免費帶你們去參觀 參觀那個殯儀館 參觀了墓地 免費的 有車接送 還送一個下午給你們吃 如果是對的 他們買些套餐 其實他們有錢賺 於是那位女士就來講話 我覺得她講得非常好 人家推廣不會是硬來的 只不過是介紹 你有些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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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著就嘻嘻嘻嘻地用一個旅遊巴士 因為那個組都有三十幾四十人 個個都說他 我真的覺得很驚喜 因為我那個老人組是 我叫華人背景 因為很多東南亞人 有大陸人 也有香港人 這樣就整組亞裔人士 一直坐著這間旅遊巴士去 那我就沒有去 因為我是他們的義工 即是我要上班的 然後到他們回來 我就說 哇 你們好餓 開心不開心 想不到原來澳洲那些訓業館 那些訓業館很漂亮的 一些都不全部 原來他們說 哇 澳地又漂亮 又有東西吃 原來有人用一支筆 和一個筆記寶 即是即是得過 那都好了 至於你們開手去 我們大家都很 有人真的馬上就光顧 還要講完後決 那這個女士後來就說 蕭文 我真的很感謝你 你是我在澳洲第一個的華人 是給我這樣做公開的 我說這樣也可以 人人都需要這些服務的 我說你做得好 我又沒有任何介入 我說你做得好 人家自然會要用 我說而且生和死 死是一定要用的 所以我說我是非常喜歡你這個服務 現在二十幾年之後 這個女士是做得非常成功 她在澳洲是一間奔館 她以前是僱員來的 她是一個叫white lady 一個很著名的finaural公司 是啊 全國星 她現在就自己出來搞了生意 成為上市公司的一員 所以我也都想聽香港的朋友說 來到這個新天地 她也是因為要糊口 最初就加入了這個殯儀行業 但是現在做得非常非常之好 我可以說我差不多所有的朋友的父母 或者甚至一些不幸的死的人 我都介紹她給這個女士 因為她是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件事 不但不可逃避 還應該是很好地去做好她的 大家都會覺得很舒服 家人也會很安慰 我能夠說 這是一個很完美的句號 我覺得翻譯服務是很重要 還有對人的幫助是非常之大